大家好,我是陳敬榮 今天我想要分享我一段 就是在我人生裡面 在一段失去健康的一個過程,一個痛苦 就是在兩年前,我得了一個類似免疫系統的破壞 那免疫系統的導致我身體上的皮膚會長紅斑 那血液在所有的西醫去診斷 就是所謂的ANA的陽性 在ANA陽性來講,也就是說在整個系統裡面 我的血液裡頭已經是屬於不可逆的一個現象 所以那時候看了很多中醫西醫 他們就是說已經是無法挽回 所以每當晚上的時候,我身體會起腫、紅、癢 然後痛到讓我就是所謂的四個字 真不如是,然後的那種痛苦 那當然最重要是後來我的嘴唇也長了很多的泡疹 各位可以想像那個嘴巴長泡疹的過程嗎 是非常痛苦的 是我現在臉的三分之一打傷,非常的痛苦 那因為當時那個過程讓我覺得健康的重要 那即使我有再多的夢想 再多的才華 再多的情感 也無法替代健康的重要 在兩年前,所以我結束了所有台北的工作,台北的事業 然後我回到後山就是宜蘭 選擇了過了一個最單純,最純淨,心靈最自由的生活 不是鄉村生活 我開始先檢視我自己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那原來發現其實是我的心出問題了 就是我生病了 當我的心出問題,當然過去最大的原因是來自壓力 那當我檢視到自己的壓力,是我最大的二元的時候 我放下所有一切回到鄉下來 那我第一個就是 就是面對自己的內心 檢視自己的內心 然後把自己所有的 過去到現在所有發生的事情檢視一遍 找到自己的痛苦是什麼,快樂是什麼 然後好好的去面對它,甚至放下它 過來第二步就是我改變我的生活 然後也改變我的飲食習慣 所以我吃了很多的屬於水果的蔬菜之類的東西 當然我每天一天會吃兩顆檸檬 然後加檸檬汁 然後還有吃四到六顆的百香果 然後不斷的還有奇異果 只要是類似這種酸性的水果 我都會去服用它 還有酵素 還有醋 喝醋跟酵素 那當然還有其他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真正的健康並不是先去吃很多健康食品 而是先減在家 我覺得關鍵的所在就是 先讓我體內所有不好的毒素 身體的毒素先排出去 那因為排出去了之後 我才開始對自己內在的修復 所以我是先減在家 包含心靈也是 包含身體也是 那 那於是呢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漸漸的我身體的紅斑退卻了 然後我的臉氣色也更紅潤了 那我過去的黑眼圈也不見了 那不是變得更美麗 而是我覺得我的身心靈變得更健康 那在過去以來我是一位高階主管 也是一直身兼父子的單親媽媽 這17年來我覺得我看盡了很多人生的人情溫暖 所以在我失去健康之後 又能夠重新再來過人生的下半場 我現在呢很想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很想建立一個叫做 舞動人生俱樂部 那可謂舞動人生 就是強調 人生一生當中有很多的不完美 跟不盡人意的殘缺 那這個殘缺 往往有些人會造成我們的痛苦跟遺憾 但是我卻覺得上天是送給我們這個禮物 叫做殘缺美 我們如果透過這個殘缺 來把自己的人生量財起來 幫助更多的人 然後讓自己成為別的天使 也成為自己的天使 也就是所謂的上天照待 照悟我們 其實就是天使我才必有用 不管我過去是親姐夫還是主管 還是任何一個角色 但是最重要是我活在人生的當下 我是誰 我是誰 我要什麼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渴望 在我們生命過程當中 社會的角落裡面 有一些生命正在精彩 正在翻轉 正在集職一個故事的這些人們 你們站出來一起呼籲這樣子的俱樂部 讓我們可以共同為這個社會 需要更溫暖的能力來感到 生命是希望 生命是感動 生命是春夏 生命是快樂的 謝謝 謝謝 好生氣喔